快快快 怎么回事 他居然没有要自杀了 我昨天没跟他说什么呀 他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呀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他本来就有医症 有自杀倾向 我才让他住我家 你放心 放心 都来看我笑话的吗 那你们成功了 不用在那儿 假惺惺的哭 都给我滚出去了 我本来觉得挺内疚的 但我现在看你这样 我特坦然 给他找个镜子 让他照着 他现在有多窝囊 主权 莫芸芸 人这辈子 谁没遇到过 一两个王八蛋呀 因为一个王八蛋 把自己弄成这样 你觉得值吗 你原来不是挺牛的吗 号称什么严霸学霸 整个戏没有你搞不定的男生 现在怎么了 就这么点事 就自暴自弃了 你说的没错 我现在就是看不起你 我现在就是看你笑话 你要真有本事的话 你就活得风生水起的 活得好好的 然后来把我喜欢的男人抢走 这样的话呢 你让我在你面前哭 我觉得你是一样汉子 周全 女人 熏疼了 现在烂泥扶不上墙的是他 你心疼他有用吗 你让他坐起来骂我呀 你也累了吧 要不回去休息一下 对你要搬家吧 去搬吧 我没法帮你搬了 注意安全 有时间自杀 不如找个好律师 把官司打了 多来点赔偿 到时候拿着钱 去全世界潇散 爱干嘛干嘛 重新开始 看我那朋友了吗 他也离婚了 有个孩子 人家现在呀 有个小六岁的富二代男朋友 人活着才有一切 死了 你就是贪灰 我愿望个混蛋 居然敢凶我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为什么你叫醒我 看你睡着了 没忍心叫你 你怎么不回去休息啊 一会儿咱们还用去医院吗 不去了 都都已经好了 他已经回家了 原本我想说 今天你下班的 结果睡着了 来吧 换个位置 我来开车 站一下能躺着的 你帮我了 对了 下周末能请两天假吗